有一个地方 它有黄龙入海的奇景 也有红毯迎宾的热情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残阳西照 如花飞雪的情景 更可以看到 音歌艳舞 刻度贯走的剧情 这里有诗云 南乡北调辽孝坛 东征西战 找游探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座新城触天边 这里就是山东东影 为梦想歌唱 让城市展光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 山东卫视 荣媒体城市 先推节目 我的城 我的歌 接下来 让他们把东莹 唱给你听 一个一个梦 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像 穿梭着时光 插上竹蜻蜓 张开了翅膀 未到任何香 要去看一方 一个一个梦 写在日记上 一点一点 靠近多别人想 只有你可想 就算没到到你想 至少有回忆 这是个人 在做的教育真一 来到美食街 一家都不要喝 黄河食 过了几个皮亚包 虽然已经用30多年了 同样的生活就是 瑟天库拉县 各种自我 然后很简单 很充实 在你们的歌声里面 我听得到一种 梦想的感觉 我知道有一个人 也和我们 东莹这座城市一样 为了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在超越自我 接下来之间 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这个 特别喜欢 超越自我的 城市唱作人出场 以前对东莹的认知 黄河从这里入海 石油城市 对它可能会片面 概念模糊 但当你真正用心去体会 你会发现 东莹真的是一座 秀外汇中的城市 你会因为这里的 黄澜相遇了震撼 会为它 承在湿地中的气质 而动容 也会为 千目纵横的 卧位风光 而心持深入 我想将五彩斑斓的东莹 向母亲和韦吕的细流 静静地 侵入你的心肺 我是张伟 狂风和暴雨 管什么天气 Solo as you call me 是随时随地 那几个北极 管什么脆离 Solo as you call me 爱出其不一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我要空气 千万美的 平平的脸 疯狂去走 这也惊喜 回到身体 都随意去 重变的远离 就算这一路 像我买了几句 随便 随便一天 相聚在一生里的爱情 给你勇气 穿越的温暖心 是你 啊 为了你 不说不及 为了你 不说不及 不说不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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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不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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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来过山东 有 东营 济南 青岛 你去过东营 去到东营 是我的朋友结婚 哦 具体什么好吃的也没太吃 就喝酒了 很热情是不是 很热情很热情 其实在这个东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你朋友们跟你讲起过 有 就因为这首歌我差不多打了20多个电话 你都跟我们说说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呃 他们在说他们小时候发生过的故事 然后走到街道的时候的体会和感受 嗯 当然更多的是长大了之后的背景离乡的感觉 嗯嗯 嗯 我是觉得这样的内容呢 呃 可以给我接下来完成歌曲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这里呢 会每期呢 请到咱几位的城市声音推荐人 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跟这座城市的故事 你呢 可以通过他们这几组推荐的声音 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把它最后加入到你最终所创作的那首歌曲里面 嗯 好办法 咱们先来听一听第一组声音推荐人给我们推荐的声音 声音很熟悉啊 很熟悉 有电声有吉他贝斯鼓 鼓 这应该是一个乐队的彩排现场吧 是不是一个乐队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跟你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先看一段VCR 来 留听听 我们来自不同的职业 是音乐让我们聚在一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 其实凑在一起挺难的 我们就是严谨地上的一棵棵检棚草 野蛮生长 坚持绝强 你可以记不住我们 但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东营 我们是声音推荐人 吴志祺乐队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组声音推荐人 吴志祺乐队 有请 特别棒啊 非常有气势 但是一不小心走过了 往后退一点 来来来 来做一下自我迹象吧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东营的吴志祺乐队 我的名字是李国 我呢是这个乐队的颜值担当 兼职队长 张伟你觉得你一打眼 能看出几个比他好看的 反正队长是挺腼腆的啊 刚才队长说话了你笑什么 这个小朋友是我的徒弟 我是吉他手 我今年14岁 我叫张明达 是一个独立音乐创作人 谢谢 张伟14岁干嘛呢 那会儿还不太独立呢 那别提音乐人了 好 下一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吴志祺的鼓手毕宁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乐队的主唱 然后琳娜 同时也是乐队的第二颜值担当 他是全任队长 要当队长得靠颜值是吗 其实我才是真正的 其实我才是真正的 吴志祺的颜值担当 我是乐队的鼓手贾广 我是乐队的鼓手贾广 我是乐队的节奏吉他 也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我叫王康 咱们乐队真正一个比一个低调啊 问一下你们吴志祺乐队啊 就是每个人都是专业的 在玩音乐的人对吧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态度去玩音乐 然后我们的工作 是来自东营的各行各业 还有一些在校的学生 音乐让我们凑在了一起 我挺开心的 那你们所唱的歌 一般都是创作什么样的歌曲 说起来很有意思 我们的乐队名字叫吴志祺乐队 吴志祺呢 是来自于《山海经》里面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水源 就是后来就变成了孙悟空的原型 我们觉得在吴志祺这个角色 他的身上有很多坚韧不拔 还有一些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然后我们做音乐的风格 其实也跟乐队名字也有相关 我们都比较喜欢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好水好山 舟车路马 全唱出来 全写出来 加到你们的音乐里 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小朋友 他说自己是独立音乐人 你有自己写过歌吗 有 唱我们东营 就是卢伟荡的小城 那你唱一唱好吗 好的 我出生的地方 是座不起眼的小城 这个芦苇当中的小城 都是我的故乡 孙武的故里 旅居的发源地 历史永久 名声万里 我喜欢灯火通明的街道 和学校里传出的欢笑 好 听出了一些大师的感觉啊 是不是啊 这种面白式的唱法 有点像说却还没说的 害很多 我觉得他声音可能现在在变声期 变完了声之后 可能就是声音会更好听 你有你有想到有一天 你会变成像你们队长这样的声音吗 你害怕吗 你一定想好再回答 好不好 好 好 那如果让你们乐队再给我们推荐一下东莹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唱出来的 在春天的黄河边 在春天的黄河边牵了你的手 在秋天的树林里牵了你额头 你麻花的辫子在我的心头绕 你碎花的裙子在我的梦里飘 唱东莹姑娘的 故事里面写的就是你自己真实的 对是我真实的一些回忆 因为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 就黄河旁边是一个很高的大堤 大堤有个非常长的斜坡 然后上面都是绿油的草 在那个斜坡上 看着远处的河 看着树林 然后想想未来什么的 还很美的地方 而且听起来也是很浪漫的 对吧 应该去看看 所以我想问问其他几位 还有没有东莹其他的东西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你要想了解东莹 我觉得要先从美食开始 哎呀终于聊到正题上了 我们有很多好事到报的地方 是我们东莹当地的特产 非常棒 带来了吗 带来了吗 当然带来了 来 上菜 老板 在 在是吧 就你们有什么好吃的 该拿都拿上来 啊 我们这里要什么都好吃 各个美味 来吧 那你先给我们上一道 明达 来 这道菜是黄河口刀鱼 这个鱼之所以好吃 就是因为它生长在海里 你不告诉我黄河刀鱼吗 然后生活在海里 到底是哪的 它生活在我们的海里 但是它在阳春三月的时候 它会顺着黄河逆流而上 一直游到东平湖 然后产软 在鱼儿长大之后 顺着黄河流入海 所以说它同时拥有了海鱼的鲜 和河鱼的香 嗯 确实很香 没错 可以 这是第一道菜 来 下一道菜给我们看看 来 在这眼尖地上 长满了地皮菜 挑选嫩的枝鸭 做成人间美味 这道菜呢 叫做地皮菜 您可以先尝一尝 尝一口 尝一口 什么味道 确实有股地皮的味道 就这个感觉 这个菜哈 我出去期待这个菜 有点咸 然后但是又不是那么特别爽 有一种感觉 对 因为我们地皮菜 它有一个名字叫雷公菜 它是在下过雨以后 潮湿的地方长 就说它是属于菌藻共生体 营养价值很高 对 非常养生 叫地皮菜 这个可以去动一点 就这俩吗 你觉得还要再吃不 你就来吧 来来来来来 下一个来来来 陈皮草果小浑香 白是香叶配冰糖 沙热入宗南松子 八角肉扣小凉姜 包切的红肉 酒盘中泪如山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个汤料的配方好像是 对 这道菜呢 是我们东营广饶的一个特产 叫摇驴肉 我们俗话说得好 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驴肉呢 唯独我们广饶 它的做法是非常独特的 它必须要有很多年的老汤 然后我们做的时候 一直把握它的汤和肉的肥瘦 集火三小时 然后用石头把肉压在锅底 闻火再四小时 肉质鲜美 营养非常到位 就你说的别的没有用 我就问你一件事 就这东西解辣不 因为刚才张远迟 你那个滴滴在头发跟我说 这个辣椒太辣了 香叶配冰糖 沙热入宗南松子 八角肉扣小凉姜 来 尝一口这个驴肉 你尝一尝 尝一口驴肉 看看它解不解辣 里面用了密质的各种香料 确实不错 对 我吃过最好吃的驴肉 对 很有咬头 确实挺香 我们东营的一大特产 黄河口大闸蟹 有膏有黄 酒瓷 石熊 九月份是吃母蟹子 里面叫黄 十月份熊蟹子 它里面是有膏的 这么多黄 我一拔开 这边就这么多黄 真肥 对 特别肥 黄河口大闸蟹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没有污染的 然后你里面可以打开 看到任何地方 它没有发黑发污的地方 看这个水很干净 就是很干净 这能够说明它生活的环境特别好 对 它的水质很好 黄真的好香啊 很好吃 这么些菜 您觉得怎么样 高 高 实在是高 但我跟你说张伟 东莹有些东西我还是知道的 比如说 东莹的黄河口瘫痒 东莹的黄河口的 莲藕 莲藕 对 这两样也非常的好吃 能说出这两样 这是会吃的 是吧 对 那两样带来了吗 有吗 我不得给你个机会 让你们去我家乡去买一下单 去家乡尝一尝 去东莹的话 一定也不要忘记尝虾呀 蟹呀之类的东西吃了去卖 记得黄河口菜一样 和我们的黄河口莲藕 非常的好吃 是吧 那接下来就是 大家要不一起来尝一尝吧 你们光站着光尝一尝 没有没有 忙去吧 大家忙去吧 这些 有观众想要吃 来 我们把这两个观众取上来 来来来 来 黄河口大闸蟹 我觉得非常感兴趣 为啥呢 吃过一次味道难忘 平时特别爱吃螃蟹 但是黄河口大闸蟹真的就吃过一次 这个黄还是红色的 好肥美啊 我现在已经不现鸳鸯 不现鲜了我 可以可以 张伟 我跟你讲 大多人知道你是因为一首歌 嗨歌 对吧 对 我觉得现在我也想简单唱两句 就夸夸这个菜 吃了这道菜 说每道我都爱 吃完这回下次我再来 可以不 可以 可以吧 对吧 可以 吃完这回下次我再来 好吧 我们也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美食 就谢谢你们 谢谢 那接下来时间就要进入下一趴了 就是因为在你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就是我们的张敏达 他年龄特别小而且他很喜欢音乐 所以我跟张伟在上节目之前 我们也就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给你 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期待吗 期待期待 好来 哎呦我去 啊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来来来来 但是你可以打开第一本看一看 你把这个打开 对 有一套琴弦 这个你喜欢吗 喜欢喜欢 琴弦 可以弹琴也可以写歌 但是做这些最喜欢做的事情之前呢 要把学习也学好 不管是自己的梦想 还是这座城的梦想 我们都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能够写出来 所以今天呢 我知道这个无知曲乐队 他们来了之前 也给我们准备了一首歌 要来表达一下我们东莹的这座城市 来 那里的坛上长红草 那里的鱼儿像八道 那里的龙肉从天上来 那里的鞋子满黄钢 我家的鲁儿就长狂奈 我家的鲁儿就长狂奈 我家的鲁儿像云天 江峰 江峰也曾偷的鲁儿就满山 我家的歌要向云天 将军也撑策马从我家门前过 安下了东西银 沧海边游天 安下了东西银 沧海边游天 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进入到 无知其乐队的V8城市 邀约时刻 有请 用音乐讲述东莹 把东莹唱给你听 我们在这个每天都生长着 音乐的城市里 邀请你 所以张银你看 就是在东莹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风景融化 但是它之所以美好 能安心地留在这里 其实还有就是一群一群不一样的人 他们穿梭在这个大街小巷 对对对 看看他们究竟是谁 请看 他们为了大家放弃了自己的小家 然后去守护着这座城市 对 这样的美好 需要有人来守护 对 确实 听完了第一组 我跟张伟再来敬听下一组的声音推荐人 看看他们到底推荐什么样的声音 来 有请 你就听见了呼呼的风声 有鸟 有鸟叫 各种鸟叫 好像说鸟叫 好像还有猴子呢 怎么叫的猴子 就这样 不是 是猴吧 好像是动物园 对 还是动物园 各种鸟叫 各种动物园 好像是 但是我听到了一种鸟 就是你那个 我听的是 可能它频率比较急 这鸟可能饿了 有点着急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东营是一座跟鸟分不开的城市 你知道东营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吗 它叫做鸟类的国际机场 International Airport 来看一看这个处处都能听到鸟叫声的城市 来 请看 我叫扎雅杰 今年33岁 我在东营自然保护区工作 已经6年了 我们东营市的鸟类 大概有300公斤 在自然保护区内的鸟类 种群有368种 每年迁徙停歇 包括在这繁殖越冬的鸟类 能够有数百万只 刚到保护区 对这些鸟是比较惊讶 同时呢 也很多鸟类 也是并不认识 到现在 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也想到我也是如他们一样吧 千里迢迢 迁徙到这 并在这块安家落户 幸福地生活 在这一片广袤的一个环境中 我是声音推荐人赵雅杰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出我们第二组的声音推荐人 赵雅杰博士 有请 欢迎赵博士 你好 博士 368种鸟 这里边有没有爱情鸟 书生平之一只鸟 不鸟吧 应该是爱情鸟是吧 是爱情鸟吗 在我们保护区里 爱情鸟 这种称呼的话 有很多种鸟都符合这个 都符合 只要它们搞对象 这叫爱情鸟 是忠贞的 伴侣的 伴侣的 对 爱情忠贞的鸟 你这么跟我们俩说 我们俩就 怎么着 你岂不就是那个光看鸟腿 就能分得清 这是什么鸟的 看鸟腿就能分清 我们从鸟腿 我可以分出是游泳的 还是潜水的 还是 那我也能 摄体 他带谱就肯定是游泳的 不带谱 他肯定就是不游泳的 是这个度吗 还跟它的这个长度 也是有一个区分的 长的就是能进水里 丹顶鹤 还有我们熟悉的 黑质长脚玉 这个还真不熟悉 这个一点没听 从来没听说 玉邦相争 里边那个玉 其实就是横玉类 横玉那种的 对 我跟你讲 赵博士 您说这些吧 就是一点都不直观 我就这么问你们 您带没带图片来 让我们看看长啥样 对 这个当然有 那我们先看图片 是不是 给我们两个介绍一下 好吧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这个呢 我想给两位帅哥 出一个小考题来 加深印象 鸟类的名字中呢 大部分是含有鸟字旁的 大概有150多个 二位读一下这十个 含有鸟字旁的字 你来到这里 考一个主持人生辟字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太过分了吧 我们领导怎么看 你一个主持人 张梅你认识几个 可以自由发挥 张梅 我基本能认识出一半 那一半的鸟我全认识 那一半我也认识 但是放在一起 就真是不认识 那个鸟真行 那个鸟是很行的 那个鸟旁边 行鸟 那个鸟 这就是我们 等会我猜一猜行鸟这个 行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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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差一点 刚才我们提过 恒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王字旁 加一个这个形 也是念恒 那那个旁边 横左边的那个 肯定念冠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是他 环旁边这个 念橘 不应该念橘 这不就那欲望象征的欲吗 是那个吧 对 你是不是投提了你 我没有 这欲望象征的 你是不是投提了你 没有我真没有 最后那个叫什么 那个念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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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在年 南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场景 卢慈来帮 于民 慈 我跟你讲 就这些字吧 他跟他自己 比如卢慈 你在一起 你能念出来 这单独出来 你真不认识他 这群两个 卢慈在一起 我也念不出来 第一个应该是虎 虎啊 是不是那红虎的虎 不哭鸟的菇吧 菇 对 你看看 菇吗 我也没投提啊 没没投提的 第一个念菇是吗 第二个念狗 许 许 第三个念猴 它是指的猫 它应该是骁 骁啊 念骁 那个念摇 摇 那个右上角那个 我是实在不认识的 那念猴 猴住了 念T T PT也是一种 很萌的 很小的一种水鸟 领导不要开除 确实不认识 希望两位到东营 去我们的湿地 去现场 去看一下这些水鸟 在东营是都有的 刚才张伟说了一句话 这么多鸟 能愿意来这儿 一定说明这儿的环境好 除了这个因素 自然的因素之外 我们人为的 做了很多的正向的干预 你比方说 像我们给它 营造一个 很好的一个栖 首先呢 这片地 肯定是不允许盖楼了 那肯定是 对 你看这个 这个干应该是 人为的干是吧 这个是为东方白贯 特意打造的 人工繁殖潮 哎呦 下边是个水泥干 东方白贯 在我们呢 是一个明星鸟了 在我们保护区里 我们最早发现的是 在90年代 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实施了一些的 保护工程 那么在03年 它开始在东营繁殖 当年是成功繁殖了 两朝七只幽鸟 自此以后吧 连年的在东营 之地上来栖息繁衍 直到2019年 我们连续的监测显示 它已经成功的 繁育下一代 达到了1639只 我刚看那个 就是人工立起来 那个动画白贯的潮 很高 为什么我们不见低一点呢 你看比如说小鸟 右鸟肯定不会飞 你说万一它自己在里边 你再掉下去 那不就摔坏了吗 我们主要是从 鸟的想法中去出发 它的天然习性 其实是在高大的桥木上 来做潮的 东营呢 这种桥木的话 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就给它 建了一这样的人工肝 大概15到16米 因为它天生的就是 喜欢在高处做潮 这样比较安全 人无法到达这个地方 而且是在四周都有水的地方 就没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工潮 他们会自己筑潮 一根一根木头往上搭吗 是吗 是那样的吗 这个人工潮呢 是给它提供了一个 这个碗状的一个繁殖的地方 里边的槽材啊 棉花羽毛啊 这类都是它自己搭建上去的 就是只是提供一个毛皮 反而后期装进去 对对对 很平衡 张文君 太棒了 这个太棒了 这是因为咱们人类 去研究它们的习性 然后去根据它们的习性 给它们铸巢 也有了这么多的研究 才能够把它们留在东营 是不是 而且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 真的可以自己走到东营 去到东营的自然保护区里面 因为那里面 我据说有全国规模最大的 叫做专题博物馆 是不是 对 这个专题博物馆的名字叫做 黄河三角洲鸟类博物馆 大概有多少种 能有上千种吗 能有 能有上千种 是吧 听完了这个赵博士 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些 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您来到《我的成我的歌》的节目 您也是在东营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要不要在这里 也带给我们一首歌 东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第二故乡 我从东北迁徙到东营 在这安家 我也进入到 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什么阶段 成为了一个妈妈 一个自己的小宝宝 平时我跟孩子交流的 我和我喜欢唱的歌呀 可能就是一些童谣 童谣 比如说 你看听到赵博士唱歌能够感受到那种妈妈的柔软 我相信小宝贝的幸福也是因为有了赵博士的照顾 而且咱们黄河师弟的鸟儿的幸福呢 也就像是有许许多多像赵博士这样的守护者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园 所以特别感谢赵博士的到来 接下来先让我们进入威八城市 邀约许多 有请赵博士 有请 这里纯净美好 这里是鸟儿们舒适的家 我愿和鸟儿一起 在东营欢迎您 接下来时间 张伟 我们要来听最后一组的声音了 好 这组声音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他们是东营的新名片 新名片 先来听一听 来 请听 这玩意还有比赛吗 你说说你先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了 这有吹哨 哨声 最开始 有这个急促的呼吸声 还有这个啪啪啪的声音 什么啪啪啪的声音 跑步吧 要是跑步的话 它也是光是脚跑 光是脚跑 光脚跑 可以 具体是什么 我们去看短片 东营的第一空情 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东营的艺术栖息 在这里流淌 湿地在城中 城在湿地里 我在这里跑步 就像在画里一样 我们爱运动 我们爱奔跑 奔跑 让东营更美好 山东广播电视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 这里也是我们 诚哥运动会的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一组声音推荐人 首先上场的这一位 任宋万浩 草根长跑旁人 苏秦生 第二位是跑圈中的青年巨人 徐浩 以及来到现场里面 是唱歌里面最会跑步 跑步里面最会唱歌的 岳英 最后这一位是跑圈中 多彩多役的小彩女 马子笑 掌声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 来 各位跟我们 自我揭晓一下吧 好 大家好 我叫苏秦生 今年67岁了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 胜利油田的 一名退休工人 欢迎苏老 下一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徐浩 今年27岁 来自山东东营 现在从事 期货交易研究工作 第三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 爱生活 爱笑的90后女生 岳英 大家好 我叫马子霄 我今年9岁了 是东营市陈阳学校 三年级的一名小学生 哎呀 这个奶声奶气 说得真好听啊 张伟平时做运动吗 我就是睡觉 爱翻身 这就是你平时 唯一的运动吗 对 就是有时候还能撑得起 然后要撑不好了 那就大声好 唱歌 就抽筋 抽筋 我想知道你们来到这里 来到我们 我的称我的歌的现场 给我们推荐 这个跑步的声音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热爱跑步的 刚才大家也在片子当中 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 呼吸声 还有心跳声 那都是我们平常最最熟悉的声音 那苏老我问一下您平时在哪跑步啊 72年来到胜利油田工作 一来就到了孤岛 孤岛当时那个年代特别荒凉 芦苇草就很多 我经常就在这个芦苇荡里边跑 然后我又到了东营来工作 又顺着这个东营那个黄河 沿着那个黄河大坝跑 哎呦 就这个咱们这个胜利大桥知道吧 我知道 自从游了个大桥 你看我就冲了个大桥 从这边跑到那边 丽君大桥 冰珠大桥 这些大桥我都跑遍了 跑跑步 运动一下 对这个身心的健康都有好处 心肺功能 哎 这个收到重点了 我 主要我跑步哈 这个嗓有点速度 但大爷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大家看到您的嗓音 可能是有点 就没那么 没那么清脆 您年轻就这样是不是 年轻可能就这个样 哈球哈来吧 哈球哈 喝点啤酒吧 喝点啤酒 因为喝啤酒吧 它是这个 那个啤酒有好处 可以了 可以了 大爷 你不懂 这个马上下来以后 你会提供这个啤酒 他这个喝了以后 马上恢复体能的 哦 是这样 他是这个 哦 是这个 讲科学的 少喝一点 可以可以 这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对啊 徐浩平时喝酒啊 不 跑步吗 太好 太好 徐浩我问一下 你有多高啊 我一米八九 你平时也在 也在东莹哪里跑步吗 说起在哪跑步这个事 我得说一些趣事 就是因为我的速度 有的时候配速要 抵车快 要提的非常高 就会经常跟一些 电动车的速度接近 所以说经常 就跟电动车的速度接近 电动车主就会回头 我很惊恐地看着我 他以为我是来追他 或者来抢他的包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所以说跑圈里 就慢慢地有了我一个绰号 叫做电动车主杀手 电动车主杀手 所以说呢 后来就因为这个呢 我们就会选择去 那个市地公园 或者是青棚湖 秋月湖这样的环境优美 空气新鲜的好地方 跑起来 所以就是身心健康 一发展就发展一比九 对吧 你现在是多大年龄 我问一下 今年二十七岁 那不能讲了 你跑步多久了 有五年了 五年前你多高 五年前 可能比现在矮点 跑步能长个 那你咋跑的呢 人家才九岁 对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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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咋跑的呢 你跑几年了 三四年 三四年 但是接触全程马拉松的话 是一八年开始的 全程马拉松是四十二公里 半程马拉松是二十一公里 迷你马拉松是五公里 对 对 就因为我姐说过马拉松比赛 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现在跑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是起不来 但是爸爸跟我说 浪费时间是浪费生命 爸爸几点起啊 爸爸跟我一个点起 或者是比我早起 那你几点起啊 我现在一般都是七点 张伟七点那时候你干啥呢 我可能刚睡着吧 算真的 其实说到这跑步 你们跑的地方真的挺多的 除了东营之外 你们还有没有跑过 其他的一些城市之类的 我给你讲一下 跑马拉松是从2003年北京开始 这些年国内国外 有六十多个城市 全程马拉松 我跑了三百三十多城 马拉松的这个精神 就是拼搏精神 是的 就是苏老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 要向他学习 刚刚我们聊了跑步 聊了东营的马拉松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特别想问一下 两位年轻人 你们觉得东营国际马拉松 能够给东营带来什么 现在东营马拉松 已经成为了我们城市的 一个名片 只要一提到东营这个城市 大家肯定就会 首先想到双金赛事 东营黄河口国际马拉松 所以我向大家推荐 我们城市的这个 家门口的马拉松比赛 我也希望全国各地的跑友 包括国外国内的跑友 都可以来我们城市参加 真的希望你们 挥洒你们的汗水 挥洒你们的青春 让东营变得越来越美丽 你们东营也可以像 马拉松的一个参赛的人一样 跑在我们世界和国际的舞台上 好的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 有请跑圈者 苏秦生 徐浩 月英 马子霄 进入到我们的 威八城市邀约时刻 有请四位 我们在东营 等你来奔跑 感谢所有的声音提供者 张伟三个声音 你都听明白了吧 好那接下来音乐怎么创作 张伟就交给你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张伟进入到我们的 诚歌制作间 有请 怎么样大远 这三个城市声音推荐 是不是对创作很有压力 很有压力 所以我在想 怎么去把这个 这三组声音 把它融入到这个编曲里面去 对 因为本来东营是一座 特别安逸 特别安详的一个 是 但是现在这个歌里边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很严重 你的标志性的 我其实最开始想的就是 我想可以把这个高音去掉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很期待 就很期待高音的部分 也知道你就是用这个东西 来作为自己标志的 我就是害怕我这一 啊一嗓子啊 啊一嗓子啊 这东营这护鸟全让我 好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 首次尝试一下 用走心的方式 来好好地尝尝 OK吧 我是张伟 我把东营唱给你听 我把东营唱给你听 我的家 河滩上面那些鹿尾 开始发出了信仰 让树林里面的那些孩子 都在哼着歌 升起炊烟味道又响起了她 在河滴的那边 面带忧伤的那个姑娘 她的鞭子拴住了我的牵挂 在我想回去再没能找到的那个地方 她为我种下了你的小白瓜 等那六指绿的桃花红了春天又来了 美丽姑娘你要穿上花裙子 我会牵着你的手 看那白云翻跟头 看那牛耳羊耳在山坡跳舞 等到头发白的牙跳光了我们都老 我还会再为你唱起这首歌 我们互相搀扶着 看那夕阳陌生 看那七色往下在天边游走 我会牵着你唱起炊烟味道又响起炊烟味道又响起炊烟味道 美丽姑娘你要穿上花裙子 我会牵着你的手 看那白云翻跟头 看那牛耳羊耳在山坡跳舞 等到头发白了牙跳光了我们都老 我还会再为你唱起这首歌 我们互相搀扶着 看那夕阳的山坡跳舞 等到七色晚霞在天边游走 如果真的到了那天你将离去的时候 我会喝下这杯跟你一起唱 特别好听的首歌张伟 谢谢谢谢 今天特别感谢张伟来到我们这里 你送给我们的神之综艺感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特别棒特别棒 所以其实一个城市最终被人记住的 不光光是因为这个城市里的美好 还有这个城市里面独一无二的印记 对 红毯茫茫炉花飞雪 柳瑟青青春春柳婆娑 每一样景致无不诉说着黄河口的独一无二 万里长河游此入海 四海冰棚欢迎回家 而且我觉得张伟这首歌 也唱出了东营的人情和味 所以这种人情味真的能够 把这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东营 推荐给我们全国的观众 好 为梦想歌唱 让城市闪光 我们再次感谢张伟今天来到现场 为我们送上这一首东营的春之瑶 我们也感谢每一位来到现场的声音推荐人 谢谢你们 也谢谢每一个生活在东营的人为我们拍的 我拍我的城 希望在东营的明天会更美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下周同一时间又是哪座城市 又有什么故事在等着我们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